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找到了艾莎公主 接下来我们就为她制作裙子吧 好 我们先将她裙子上面的枝条分开 我们再将神奇水撒在她的裙子上 撒得均匀一些哦 然后静等待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十二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为公主解除诅咒 撒上魔法粉吧